最少一次台下就一个观众 台上一个人台下一个人 我们还悬赏过这一观众 郭德纲老师说 因为我记得当时的情景 我知道当时说的什么话 这个骗不了我 如果这位观众过来 我给他终生的德云社的棉票 为了填补自己的遗憾 老郭到现在都没有放弃寻找这位唯一的观众 但在德云社的发展史上 让老郭有遗憾的事情不止这一件 本期视频 顺哥带您了解一下 那些让老郭怀有遗憾的事情 往往伤害自己最深的 都是最信任的人 老郭想必对这句话深有体会 2005年 德云社在相声界大放光彩 借德云社的舞台 德云社云子壳的部分徒弟们声名大噪 看着跟着自己从苦日子过来的徒弟们 小剧场一票难求 商演也是满坑满谷 老郭心中倍感欣慰 但谁能想到 一直被老郭气中的徒弟们 渐渐有了自己的主意 2010年初 何伟和搭档李晶离开德云社 通年8月 德云社因弟子打人事件 被迫停业内查 为了和德云社彻底划清界限 同时 也为了保全自己利益不受影响 何伟丝毫不顾及曾经的师徒之情 在顿舍最困难的时候狠狠踩上一脚 师哥很难想象 看到何伟退出声明的老郭是怎样的心情 但有一点 师哥十分肯定 老郭当年付出的真心 师娘当初做的每一顿鱼全都错付了 事到如今 这件事恐怕也是老郭心中的一个遗憾 不是惋惜何伟的相声天赋被搁置 也不是后悔自己付出的真心 老郭的遗憾是自己当初被蒙蔽的双眼 毕竟人的遗憾从不在别人身上 都是在自己做出的每一个抉择中 德云社十周年演出结束时 观众起立鼓掌半个小时 不忍离去 老郭和众弟子在台上忍不住流下泪水 多年的付出也终于有了回报 暗淡多年的相声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时代 看着台上台下 共同为了相声复兴努力 老郭倍感欣慰 但如这般台上台下一心的情况 并没有持续多久 在德云社十五周年的演出中 本想着为观众呈现出不一样的演出形式 于谦郭德纲带着德云社的众弟子 精心排练的一场 关于相声发展史的相声剧 本是用心良苦的德云众人 怎么都想不到 演出当日 拍下好几个比有用心的观众 一直在起哄 有人带头 其他的观众当然也跟着闹 这场精心排练过的相声剧 就这样被迫终止 返场时老郭忍不住说出这番话语 天下什么最难 艺人最难 没错 其实我理解你们就是想听相声 花了钱了 我会让你们听相声 但历史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差哪一个阶段它都不完美 这五分钟就这么难等吗 排这场节目 于老师好几宿都没睡觉 其实我知道 今天在场几千人都愿意看 三五个人不愿意看 他们挑唆的大伙闹 你敢站出来告诉我你是谁吗 再这么闹你就给我出去 老郭是遗憾 付出的努力没有回报吗 不 不是 老郭遗憾的是 观众不懂自己的心 老郭遗憾的是 搭档于前的用心没有被珍视 老郭遗憾的是 一直把观众的喜欢 错当成对相声的共情 也是这场演出之后 老郭才真正明白 观众花钱就是图一乐 相声如何形成 如何发展 大家并不关心 或许 这就是为什么相声迎来了盛世 为何老郭还是会烧带遗憾的原因吧 最初的老郭能在相声界立住脚跟 离不开师父侯耀文的赏识和力挺 但也是侯耀文的离世 让郭德纲遗憾至今 在等于舍我爱我食的演出中 郭德纲和于前 以及于前的师父 石副宽先生 在台上表演传统相声 酒令 看着于前和石副宽同台 老郭忍不住感慨 顺嘴就说出 也四哥的老郭 石副宽没能忍住眼中的泪水 师徒如父子 人生最大的遗憾 便是子欲养而亲不但 从积极无名的相声新秀 到相声界的领军人物 26年的创业史 有苦有泪 有酸有甜 好在有郭德纲的坚持不懈 才有相声界如今的唇意盎然 但回首这26年 那些让郭德纲难以释怀的事情 在时间的冲刷下 也慢慢淡去 留下遗憾带着希望 未来的等于舍 一定会越来越好 关注这哥 带您了解您不知道的德云往事